我有因為我當這個業餘保姆 然後大家都覺得我好像很上手 所以不管是姐姐的朋友啊 或者是她的工作人員都說 我覺得你很適合生小孩 你趕快生一個 然後我就會有一種覺得 你們不要逼我 我還沒有做好準備 有男友還在嗎 嗯 還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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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安好 我們有年紀的差距 所以我其實也不著急 也不太會去討論這個部分 你動軟了 對 我就是先動軟了 我就想說先把自己的生育年齡延長 就比較不用擔心 不過我之前是曾經有想過 因為我自己是屬龍的 明年剛好是龍年 我就覺得爸 如果可以生一個龍寶寶 同樣生肖好像不錯 但是心裡面又覺得 什麼好啊 可是我心裡面又覺得 我看著這樣子照顧妖果 也會覺得我還沒有準備好